学校里几个男同学正在议论一群女同学 这群女同学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他们的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 果然应了那句话 正妹的朋友也都是正妹 等等那个满脸长麻子的丑白怪是谁 他为什么也混在这群笑话当中呢 该不会是他以为这样就会有男生搭讪他吧 真的好搞笑哦 这个满脸长麻子的女生叫做小霞 他听到旁边的男同学这样说自己 小霞非常伤心差点都哭了出来 然后那几个笑话就安慰小霞 让小霞别听他们乱说你是最漂亮的 小霞表示自己没事 只想去厕所一个人静一静 然而来到厕所照了照镜子后 小霞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毕竟自己是真的好丑 与此同时那三个笑话正在背后偷偷说小霞的坏话 原来他们之所以和小霞走得近 是因为小霞的父亲是学校的老师 所以每次考试小霞会提前知道考试题目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 他们才不会搭理小霞这种丑八怪呢 晚上回到家后 小霞果断向父母提出了去整形的请求 结果父亲直接拒绝了 整形你开什么玩笑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一名老师而已 哪有钱给你整形 而且就算家里有钱 我应该会先送你母亲去整形吧 小霞非常郁闷 他不想待在这个家呢 于是就说自己吃饱了 去图书馆看会儿书 结果父亲一脸诧异的喊道 你妈都还没开始煮饭呢 来到街上后 小霞的情绪依旧没有平复 他心想 难道这辈子我注定要成为丑女吗 不行 绝对不行 这时小霞看到了一家医美诊所 朴嫩一眼门口的价格表后 小霞顿时就死心了 因为整容的确太贵了 动不动就是几十万 继续长前走了一会儿后 小霞又看到了一家医美诊所 不过这家医美诊所 看起来破旧一点 说不定价格也会便宜很多 这时一个男人 悄咪咪的出现在了身后 并悠悠的喊了一句 看来的确要重新装修了 小霞听到身后有人 急忙转过身 结果那个男人被吓了一跳 我的天 当了半辈子的真心医生 第一次被活人吓到了 小姐 看来你是真的该真心了 男人还告诉给小霞 最近刚好是周年庆 所以价格非常优惠 小霞一听 顿时就心动了 于是跟着男人 走进了这家医美诊所 男人仔细看了看小霞的脸 问题不大 整张脸全部重做就好了 费用的话差不多六万吧 可以分期付款 小霞觉得挺不错的 立刻同意了手术 而且小霞想要自己 变得和三个笑花一样漂亮 男人表示没问题 不过需要一周的日子准备 明走前 男人还让小霞将三个笑花的详细资料 留了下来 并且还叮嘱小霞 这个星期要好好休息 对手术后的康复有帮助的 画面一转 半个月过去了 小霞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而且恢复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解开纱布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就在男人给小霞 解开纱布的一瞬间 小霞激动的哭了出来 因为小霞真的变漂亮了 简直就像脱胎换骨一般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小霞完全都认不出自己了 然后那个男人无比得意的说 现在你可以好好享受你的人生了 与此同时 电视剧里插播了一条新闻 说是某所大学里 三名女学生突然失踪了 至今下落不明 接着画面来到一个小黑舞女 里面刚好躺着三个女人 她们有一个少了鼻子 有一个少了嘴巴 还有一个则少了整张脸的皮肤和眼睛 原来这个男人是一个变态整形师 她整形的方法非常简单而粗暴 就是将目标人物的五官 移植到小霞的脸上 而且这个男人貌似想变成女生 最后她给自己也换了个脸蛋和发型 小油漫画 下次再见